各位观众我们欢迎收看涨跌密码 我是蔡佑达 台股今天在最后台积电奋力拉尾盘之下 台积电是涨4块钱做收 也使得说台股今天跌点收链小跌41点 收在17485 但是成交量依然是量缩格局 3489亿是6月份以来的新低量 盘是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股张宇明分析师 又大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旁边上的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的 今天跌了41点 你会看到有些股票 说真的今天虽然跌 但是跌停板的并不多 我们看到一档电子股突然跌停板 这个突然跌停板你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早就有迹象可循 我们今天把这个学会 那你这半小时就是过得很充实 那你每天学会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你的专业就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学会来 我们看一下来 好 这段股票就要复打 复顶 今天89号突然开盘就跌停板了 在盘整11天之后 突然一个跳空往下跌停板 当然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 为什么跌停板 很多人都觉得突然 它不是突然 它早就跟你市井了 它有状况了 它不是突然跌停板 它早就跟你讲它状况不好了 那怎么研判 它状况不好 你要怎么样避开这样的跌停板 来 我们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药 千金难买早知道 股神系统竟然早知道 真的吗 你要早知道才能够成为赢家 你今天知道来不及了 你10% 一根停板10% 以前7% 现在10%就不见了 所以你必须早知道 你才避开这样的伤害 那怎么样早知道 当然你看到这个 你又在吹牛了 你早知道了 你刚好我早知道 电视有讲 这张图卡是8月5号的 当天解盘 我跟你讲 有没有看到 股价是没有跌 在那边盘整 但是曲线往下掉了 有没有看到 筹码线在零走了 动线也不强了 所以跟你讲 这股票有状况了 你要小心 真的吗 我们当时的电视画面在这里 这是8月5号电视画面 下午2.9分53秒 我跟你讲互跌 翻译的字在这里 这边就写 股价往上冲 对不起 股神线 掉下来了 你看当时这个时间 这个9点53分 赵一鸣 9分53秒 赵一鸣是不是跟你讲 股价往上冲 对不起 股神线掉下来 看到吗 就这样 我就看到这张图 一模一样的图 就这样 所以它有问题了 我跟你讲 你要小心 这当时的电视画面 所以今天跌停板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它状况 早就跟你警示了 但是你在一般的K线 你完全都看不出来 为什么 你再看一次 它没有跌 你拿来之后它有不好 它又没有跌 它再盘在这里 盘了11天 所以在盘整的时候 你根本不晓得它有状况 那你不晓得有状况 你就不会跑 那你今天看到跳空下跌 准备跌停板 你也来不及跑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说这样 你只要避开这样的股票 风险 原来股神系统的曲线 告诉你 现在已经挂掉了 快要挂掉了 一直往下 你看这当然就是很大的危险 但是K线完全都没有任何的一样 所以你会无从判断 你不管看哪本书都一样 你看不到任何答案 所以你就会伤在这样的股票 你今天就算你没有伤在户顶 你下一次同样股票 你还是会受伤 所以你这个招 你要把它学会 下一次碰到同样情形股票 你就不会受伤了 所以这个格局 当然今天是不对的 我们看看今天的格局 一个卖出迅料出现了 曲线几乎在临走 快要跌破了 从马线动一线跌破了 所以我们这股票怎么样 大涨一波之后 它也没有很不好 其实已经涨一波了 大涨一波之后来到这里 对不起 卖出迅料已经出现了 第一线也快要挂掉了 所以如果我有这档股票 我一定会出场 毫不犹豫 我就会出场了 类似的情形的股票 一定有 但是你可能看不懂 我们在举几档股票 跟它情形是一模一样 今天第一天出现 卖出迅料了 来 有没有 汉磊 一样涨一波 卖出迅料出现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快要挂掉了 云泰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快要挂掉 这都涨一波了 来 这个平铜 大涨一波之后 三线破两线 稍微好一点 但三线也破两线 这也是架构不对的 旺系也是一样 大涨一波之后 三线破两线 第一线快要挂掉了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股票 你必须有能力来判别它 不然你就买到 架构不全的股票 你的股票可能就 要涨很困难 要跌很容易 那就不好了 懂意思吗 好 那我们再讲 卖出迅料更多的 更危险了 比刚刚的更危险了 来 中美青 为什么 刚那是一个卖出迅料 这边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卖出迅料 而且三线都转空了 那它当然更危险了 人家断一个椅子 断两只脚 它断三只脚了 那怎么会好 这比刚刚的股票更危险了 所以你必须看得懂 这种股票 如果我是不会再投资 这种股票 我一定会出场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是看不懂了 来 有没有环球经 这一样 已经三个卖出迅料 这怎么会对 曲线都已经转空 快一个月了 看懂吗 所以它跌破 近期两个月的低点 也不为过了 好不好 好 威刚 今天发的利多 我们看威刚的现行 对不对 一个两个 两个卖出迅号 三线里面 对不起 第一线跌破了 第二线还好 第三线也转弱了 算这种股票 曲线转空 上档两个卖出迅号 这种股票 我当然不会买 你买 就算你赚钱 赢了机会也不大 就算有 也是赢头小利 一不小心 跌下来就是一波 这样懂意思吗 像这种股票 我就不会再操作了 好不好 好 面板股有答 最近发好多利多 一大堆的利多 利多满天飞 对不起 利多满天飞没有用 上个礼拜三 拉一个涨停 然后马上又掉下去了 今天把涨停的幅度 几乎都吃掉了 都跌回去了 上面压力重重 你就看到了吗 所以你看到上个礼拜三 很多人在讲面板股 优达 优达 奇美 这个群创 采青 这个群创 采青 优达 这个群创 采青 通通涨停板 每个人都说好 赵一鸣绝对没有跟你说好 为什么 我又没看到樊多 我看到是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我没有跟你说好 那现在涨停的这个价格 不是又跌回去了吗 所以如果你拿这种格局的股票 对不起 你已经套四五个月了 你看到利多满天飞 上半年每天赚两亿 多了不起 可是股价就是不会涨 赚了两百多亿也没有用 他赚钱股价不涨 那你还是赔钱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去碰这种股票 你碰这种股票很简单 第一个你先套四五个月了 第二个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赔钱的 那你投资的目的不是要赔钱 你要赔钱 你就再把钱放在枕头下面就好了 那睡在枕头上 睡在钱上不是更舒服吗 你的钱都在这里 你干嘛把他丢在股市 然后赔了两三成 那不是投资的目的吗 懂意思吗 所以这种格局股票是不对的 懂意思吗 好群创一样 每天发力多 哇天了不起 一天创二点三利 你看这个多棒 但是股价不会涨 对啊 很棒啊 对啊很棒 可是股价不会涨 看到吗 发力都满天飞 对不起 股价是不会涨 上个礼拜三涨停板 你快要跌回去了 上档压力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 我是不会买 我不会看到一根涨停板就追了 有市场很多人的坏习惯 看到涨停板就说他好 不是吗 下跌过程看到涨停板 是不能追的 这样懂意思吗 好群创有答讲完了 我们再看这个是连流 最近也发了三个利多 那请问发涨力多股价在哪里 在这里啊 有很好吗 没有啊 为什么 这还是空头格局啊 你看转空 从这个四月中旬转空 卖出迅速到出现 到现在 这个高点都还没有突破 那如果你们在这个高点 到现在还是套牢 已经套四个月 四月到现在了 所以从这边 这种格局的股票 了不起 它就是空头反弹 为什么 下面两千换多 第一下在空方 就是空头反弹 空头反弹 手脚要快 我是不喜欢抢空头反弹 那如果你要抢 手脚一定要很快 万一再跌破 那就往下修正 修正的时候 很可能就会破底 所以我们这股票 已经跌了四个月了 你买进去 要赚甜头的机会也不大 虽然利多满天飞 也没有用 来群联也是一样 格局跟刚刚的 这个都一样 这两个格局 连勇跟群联 架构是一样的 都是空头反弹而已 卖出去那出现 你早就该跑了 不是这样而已吗 这样又可以明哲保身 又可以避开风险 又可以免离套牢 这样多好 对不对 好 世界先进 这对不对 这对了 这是对的 看到吗 压力怎么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个压力 已经被它跳空突破了 看到吗 突破完之后 再拉上掌停板 漂亮 上个礼拜有震荡 今天在平盘附近 三线架构已经翻多了 这格局是对的 看我这样解盘 你就说 张爱铭你还在马后炮啊 如果这样我买的 我可以当老师啊 我没有马后炮 我是讲在前头的 讲在前头叫马前炮 事后吹牛叫马后炮 张爱铭是跟你讲在前头的 上个礼拜 三 掌停板跳空 礼拜四又掌停 请问张爱铭什么时候跟你讲的 有没有三 礼拜三跳空直接掌停板 四号五号礼拜三礼拜四 两天都拉上掌停板 对不对 张爱铭 四号掌停板 我三号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 八月三号下午2点7分45秒 四号掌停板 我三号就跟你讲 请问这叫马前炮还是马后炮 我没有马后炮 我都是马前炮了 要做到马前炮也不容易 说真的有没有 再看一次 四号掌停板 五号掌停板 张爱铭三号就跟你讲了 八月三号有没有 世界先进 来看下面文字 目前也是三线泛多 字幕都有 你可以自己去看 对张爱铭 有没有跟你开玩笑 有没有跟你乱讲 有没有 七月七点45秒 七分45秒 两点七分45秒 张爱铭八月三号解放 是跟你这样讲 讲世界先进 因为看到三线泛多 跳空突破压 已经跟你讲三线泛多 架架是对的 有没有 好电视画面真的有 七号 这更正 八月三号 下午两点七分五十一秒 有没有 世界先进OK的 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是马前炮 还是马后炮 都马是马前炮 但是台湾 说真的很多人 没办法做马前炮的节目 马后炮每个都会 要马后炮 我的助理也可以 他有分析征兆 陈喜你会不会做马后炮的 事后吹牛每个都马会 对不对 那个有什么难的 要马后炮太容易了 要马前炮 比登天还难 不是吗 你要看马后炮 你不要看我没有马后炮的节目 不好意思 好 联电对不对 联电对的 老师 你讲了半天都是错的 没有对的吗 有啊 世界先进联电都是对的 不是吗 联电是对的 已经对很多天 知道你们 你事先有讲吗 有啊 8月3号节目就讲了 联电也是对的 没错嘛 突破压力的嘛 所以我跟你讲 联电也是对的嘛 所以我只有马前炮的节目 没有马后炮的节目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金难买后悔要 股神系统早知道 早知道你才能够成为股市的赢家 吹牛 浪费你的生命 你时候看马后炮节目 你都不要看 因为那在浪费你的生命 你不如看综艺节目 去看吴冲线的 去看朱哥亮 虽然他过世了 那个影片都还在 看一看还觉得蛮好笑的 抒放一下压力 你不要看马后炮节目 张爱民没有马后炮的 只有马前炮 来鸿海 发了很多利多 来 对不对 全压力有没有克服 没有啊 门口这个压力就没有克服了 懂吗 三线是不是已经翻多了 是啊 可是压力没有克服啊 这样就不行啊 懂意思吗 压力要怎么克服 讲过多少次了 跳空突破三线翻多 或者是带量炒口突破 一定要三线翻多 一加三二加三都可以 这叫突破压力 目前鸿海有没有突破 没有啊 压力在门口哪有突破 所以他就长不动 门口有坏人站在那边 让他出不了门 一出去坏人就要扁他嘛 但同意思嘛 所以他必须叫警察来保护他 坐直升机跳空逃走 那就突破压力了嘛 还不简单 好不好 好 所以每一档架构要看得懂 压力怎么突破要看得懂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买了股票套脑为什么 架构错了 三线转空了卖出讯号一大堆了 你买这种股票当然就不会涨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汉讯 转空多久了 半年了 所以你买进他 对不起 你早不是该跑了吗 套半年了 格局不对 哪里不对 恰够不对 为什么有三线翻多吗 没有啊 压力有克服吗 没有啊 压力一大堆啊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就准备套了 一套就半年 套两次一年就过去了 股市很残酷 一年就是两档股票 错就没有了 一套就套六个月 懂意思吗 所以你这样 你股市当然就赚不到钱 好 林发科一样发一大堆利多 好 今天的利多 对不对 之前的利多 加上今天的利多 总共近期看到八个利多 那请问股价有没有涨 有没有 没有 为什么涨不动 原来区域线在空方 原来卖出讯号 在门口没有克服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么多卖出去 那没有克服 有没有三千万多 没有啊 你在鸿海三千万多 只是没有法尼亚客户而已 连发科连三千万多都没有 那请问它怎么涨 那你买进去 你来先套五个月 五个月 套两次就快过年了 套两次就双十节都过完了 就准备过年了 不是吗 这不是已经五个月了吗 所以你把资金矿在上面 直接浪费掉了 钱浪费掉了 你的心情浪费掉了 套牢会不会心情好 当然不会 套牢也是这种毛病 心情不好 压力很大 对不对 空头格局股票 好 天利 一样发很多利多 发了很多利多 营收公顶 对不对 来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卖出讯号 这怎么会对呢 懂意思吗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卖出讯号 请问利多有用吗 你看利多去买 不是套牢了吗 赵爱民会看着利多买股票 什么时候可以说 这个利多哪个股票可以买 我二十年没有讲过 这种讲法的节目 那如果你用这种讲法来解盘 你也是套牢而已 那如果你用这种讲法来做股票 那你也是准备套牢而已 不是吗 投资品 为什么不能买 空头格局 曲线在空方 上档压力一大堆 这不是很简单吗 可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他不相信 他说他演讲全国人数最高 很厉害 买进去套在那里动弹不得 懂意思吗 这空头格局 好不好 好 812掌停板有没有 没有用 今天还是套牢 赵爱民812掌停板 我有看到 可是我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 看到掌停板有没有 没有翻多 上档压力还没有克服 今天不是就跌回去了吗 懂意思吗 不是看到掌停板就可以买了 来台积电 人人喜爱台积电 套牢一大堆人的台积电 知识分子 有钱人最喜欢买的台积电 到现在还盘在这里 监大尾盘涨4块钱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格局对不对 我如果跟你说这个队 你也不相信 队怎么会盘这么久都不会动 已经盘6个月7个月 现在第8个月 现金最多 发明最多 专利最多 对其股价涨不动 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看到了吗 曲线 筹码线动线 三线仍然在空方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六个 七个八个 九个十个 十一个 一大堆压力 投资朋友 怎么克服 跳空长篷棒 跳空突破 三千万多 大量长篷棒突破 三千万多 请问有吗 没有 所以你买进去 就是困在里面 动弹不得 懂吗 最好的公司 现金最多工 现金6千多亿 股价不会动 那也是没好 你买进去还是套牢 懂意思吗 好不好 赵明跟你讲 母猪没奶 母猪就台积电 有人说 这个三年 三千利 三千利台币 三兆台币 一千利美金 三兆台币 要投入资本 投资 所以台积电的小厂 会多好 多好 结果赵明跟你讲 没好 为什么 母猪没奶 台积电空头 小资怎么会大涨 懂意思吗 到现在 你看什么结果 好不好 所以当你买这些 错误的股票的时候 时间赔掉了 精神赔掉了 你伤了你的 夫妻的感情 股票没涨 钱投资 当然是赔的感情 夫妻会吵架 当然是花很多时间 跟精神 最后钱也赔掉 都是非常的可惜 这样懂意思吗 好 电子股 对不对 跟台积电差不多了 到目前为止 还在空头格局 上涨压力非常沉重 所以操作电子股 你只能 少数对的股票 少数而已 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不对 架构都不对 所以你买错是赚不到钱的 懂意思吗 原理学会很容易 放下我值很困难 所以你的 EPS 营收 营与你都会了 筹码你都会算了 但是记得 你看那些还是赚不到钱 你会发现 你看那些都没有用 都赚不到钱 要学会这个原理 很简单 三万五万十万 花金区就学会了 学会原理很容易 放下我值很困难 懂意思吗 如果你前面做 100个对的 也不代表你下一个操作一定会对 因为股市变化多端 你是拿你预测的 更何况你如果以往操作都不顺利 你以后你怎么可能会操作顺利 因为你的专业还是不足 懂意思吗 默黑走路 为什么会默黑走路 你也在买一大堆 买你晚上睡得着吗 好不好 这个是孙儒讲 他说能因敌变化 而致胜者未知神 股市变化万多万端 你们看得懂 能够变化 然后能够做对的 当然叫神 叫股神 不容易 对不对 好不好 来 跟强者为你跟智者同行 才能迈向你要的彩色股市人生 现在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 你迟早要做 你今天不做 以后还是要做 懂意思吗 拿起你的手机 打开LINE加好朋友 赵一银的LINE给你扫 我的QR Code给你扫 扫完之后 我们做一个好朋友 后许今天没问题 搞不好过几天 你就会有问题的 随时跟赵一银保持 正常的联系 有任何问题 我们做个好朋友 慢慢沟通 有机会吗 懂意思吗 有机会可以的时候 我们再共创未来 好不好 现在打开你的手机 叫LINE 准备QR Code来扫码 来 三秒钟 扫完之后 发信息给有送女士 东盛的粉丝 并且留下 信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一并发过来 赵一银会尽速回答你 不愿意留电话 就不要发 我也不会回答 先叫个诱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 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 掌定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行业股 最近量都缩掉了 今天反谈一点点 股价也涨不大动 因为人气已经明显退潮了 赵一银对行业股的看法 是什么 雅明三线转空 长龙三线转空 万海三线转空 到这边 连航运类股 都已经三线转空了 所以你不要问我 对航运股类股的看法 是什么 四维航一样 航运类股一样 都三线转空了 当然不好 张雅明这一个多位 什么时候跟你说航运股好 没有 为什么 我看到这么多卖出信号 我知道这格局不对了 一定要很多人受伤 当然我也跟大家讲 抗龙有悔 要准备倚天屠龙了 我知道这样讲会救很多人 但是也很多人完全不相信 甚至还有一吐流 你们干掉 这是不孝的人 这边放空 像我们是股市投机者 股市脱鹰一样 那如果这样政府 就不应该开放放空 就要把放空机制关掉 那不能放空 当冲就不能冲了 你要搞清楚 不是吗 有的股票根本没有融资融卷 股票一样照跌不误 所以股票下跌跟放空 我看法是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 那没有融资融卷就不会跌 不是吗 因为没有人放空 没有放空都不会跌 根本就不是这样 很多人搞不清楚 放空跟股票涨跌 没有什么绝对关系的 它不对 格局不对就会跌 好不好 韩国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残局了 两个字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赢的走了 不想玩了 剩下三个输了 下面不愿意离场 问题他们都是输了 就算那一个 把另外两个都赢 钱都赢走 他还是输 赢的人把大部分钱都带走了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两个字残局 懂意思吗 我们说三缺一 赢的已经走了 输的不愿意走 继续熬 你看打麻将就最容易 发生这种情形 赢的走了 输的不愿意走 还在那边熬 还在那边堵 堵到掉点滴都有 我看过了 好 长龙 投资朋友 万利你踏到高点 要解套多久 你看这里 都各位数了 票面一下 突然拉起来 当然是十年突然拉起来 它不可能永远在这里 万利再回到原点 一样在那边盘十年 所以我们说 如果你买到高点 搞不好十年才能解套 十年什么时候 你想要现在如果国小四年级 等解套就它当兵回来 这样就十年了 四年级十岁嘛 那你等十年解套 就等它当兵回来再解套 你看多恐怖 好 长龙是这样 往哪一样 十一块多嘛 亚敏更夸张 四块多 你看攀多久 对不对 最低点四块多 爬那么久突然拉起来 它不是常态 它平常就在这里 同意是吗 那这一次的一个获利 突然的大增 塞港 不会永远塞港 缺贵 也不会永远缺贵 那都是短时间的现象 懂得意思吗 万一正常 它就掉下来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好 我们说大涨48倍 拉回超过五成了 五成就24倍跌回去了 跟你友达一样 友达获利根本 没有发布任何衰退 群创还一样 还跟你发布一天赚两亿多 结果股价天跌 将你五成 到这边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地方 万一跟国具一样 国具为什么这一次 大涨一千三百多块 从个位处涨上来 涨完之后回跌85% 为什么 因为那一年 它突然大升 一倍是85块 隔年变16块 光这样 它就拉回85% 韩英股如果今年 获利很好 明年要衰退 我跟你讲 股价照跌股 这样懂意思吗 这就是它危险的地方 时间很不够够 我没办法讲那么详细 我们操作很简单 把赚了钱放口袋 东森还有谁 还有就是长龙放空 我都放口袋 这是最漂亮 最完美的操作 好不好 股市强的 用人当猎人 股市弱 用人当猎人 我希望每个投资朋友 你都是猎人 不要成为猎物 现在做个动作 拿你手机 扫描张一银的QR Code 张一银QR给你扫 三秒钟扫QR Code 扫完之后发信息给我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续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问题 并留下来 扫QR Code 好 我们进到这里 把时间交给佑达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 分析之各有加重 劝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复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